红方选手乌利吉布人 蓝方选手来自格鲁吉亚的班诺 格鲁吉亚也是盛产 这个MMA的选手的一个胜地 班诺是拿过ACB 66公斤级别的冠军 实力不容小觑 他体重63公斤 身高1米72 身高上略比这个乌利吉布人要矮一点 今年24岁 双方要打三个回合 每回合五分钟 高边 潜入 潜入以后抱甩 一个外套 下潜一摔之后 现在完成棋程 抢位置 班诺不会轻易的让他把腿迈过去的 对方把这个膝抬起来了 就要卡住你的这个卡位非常重要 所以现在这个地面计里面这个卡位 这个位置需要无敌不忍 可能要 先要脑脑冷静 非常耐心 要找机会 还是有机会 对方一个团身 好 做一个断头 看行不行 这个断头的位置还有 转体 班诺不给他挣脱了 要转到了上方 现在腿部呢 这个对方的控制 还没有完全摆脱 现在 现在没有吃上力 还算相安无事 正在双方角力过程当中呢 来寻找自己的体位 这个时候啊 双脚 双臂 腰部 都在发力 在地面计里面呢 有降伏技 绞杀 所以卡位妹妹呢 其实在地面计里面呢 是非常的过瘾 看能不能摆脱 完成其证以后呢 给对方一个 连续的拳法进攻 这样呢 会对自己更加有利 所以这个 赛前呢 也是来分析无敌级步人呢 作为中国选手 他受到了姚洪刚的青睐 姚洪刚给他了一些真传呢 特别是在十字幕方面 这个动作做的 会非常的出彩 这无理吉布人 现在 要激 这个班诺的这个 这个左腿 让他的支撑腿的力量减弱 好 你看班诺的腰部力量非常强 这局上会把对方拉直 背后 抢马背 对方的特不保护 好 现在 吉布人呢 现在一定要把他的右臂 牢牢地伸入到 深入到这个班诺的这个镜下 班诺不能给他这样的机会 否则的话 就是后方不断地摆脱 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好的一个位置 把对方拉直 再调一下 再适当地调一下 这个背后的裸位啊 还是摆脱了 摆脱了现在不放弃 嗯 现在无法做出动作来 因为双方脚传在一起 这个班诺呢 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选手 也非常有经验 有经验 你只要不让你的腿出来 那么你拿 你拿我的这个左臂也没办法 好 不但技术战术要熟悉 大家要熟悉规则 好 一个齐胜 看看能不能这个连续的拳法 击打 现在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防守姿态 现在无力击骨人呢 这个局面呢 实际上是要看能不能抢弱 好 现在回到场地中央 要进到中间的位置 这个 男子比赛呢 还是让双方要主动回来 重新重置动作 女子比赛直接就拖进来 对方在地面呢 很多的技术处理啊 应该说他还是非常老道 好 打 10 second 这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这种防守 时间快到了 这种防守就拖时间 拖时间 干脆就进入第二回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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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我 来 好 其实这个背后裸脚的机会还是有 但是 班诺的防守的这个姿态做得太好了 牢牢的贴住地面 让你无从来实施你的动作 看看双方在第三回合里面 无力级别人呢 是 现在在格斗兄弟训练馆 进行训练 馆主呢 就是国内著名的MMA的战将姚红刚 其实男子MMA呢 主要还是地面杀技 完成的一瞬间的那个精彩 叫绝的时候 战力呢 反而不是双方的首选 这要根据各自的技术特点来决定 正所谓是武器决定战术 如果拳法非常出众的话 也完全有可能控制住局面 完全用重拳把对方了结 对方有的时候虽然脚技非常好 但是呢 无法近身 而且呢 对方的这个连续猛技 会给他造成这种致命的威胁 你看这个双方啊 因为这是MMA的规则 一看在战力的时候 这种打法和自由搏击呢 这就是不一样 它感觉上都是不一样 一个是节奏 再一个呢 整个这个 隐藏这个目的 他总要爆摔 他对方防得也是非常到位 好 漂亮 这次这个反摔一下 真的好有力量 你看身高1米72的班诺 在体能上不输给物理机不人 这是你来我往 现在好像感觉到 物理机不人呢 有点一筹莫展 因为在前面这个地面较量的时候啊 他觉得是 算有机会 没有把握住 所以对他来讲 信心可能是有些受挫 漂亮 刚才打个拳法组合 随着现在这个 随着擂台这个竞技程度 越来越激烈 那么在技术的使用方面 也会越来越娴熟 要求是非常全面 不会轻易的为你先扶 要求呢 这个技术方面的非常全面 一个腰闪 双方还是在战力的过程 在纠缠 真假虚实 都在寻找直接通过下潜 或者直扑对方的一个 调整角度 现场的观众有点着急了 在无理及步人呢 要主动一些 主动一些 因为已经做了好久的调整了 这个时候有可能给人一种感觉 他是不是要用断头 或者是用什么方式 因为他的高度呢 相对来比较高 关键是他不敢轻易起腿 不敢起腿 采用这个动作 因为全腿组合之为关键 但是他不敢轻易起腿 你看对方的距离感觉还是不错的 就给你拉开 是吧 这会儿应该跟进 刚才其实打中了 对方一个潜入 好 又进入防守姿态 如果因为刚才没 一下子没有起来 这种防守又拖延时间 小威了 好的 好 我做了个腰缠 声东击西 这个破绽留给了无力击步人 就看无力击人怎么样 无力击人的强项就是十字枯 他在寻找他的胳膊的位置 还有几个 没有一个上乘的位置 班诺你看 他这个防守 无论是地面还是站立的时候 他的防守挺严密 应该说呢 他这种训练在下面呢 进行过成千上万次 加在一起 也应该是几千个小时的训练 所以呢 看起来很简单 正所谓是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好 现在调整角度 机会来了 不同对手的训练客 好 用手机 完成其成 好 手砸 要耐心 要打得耐心 看看班诺 能不能在这里 一个转身 把背后交给了无力击步人 看看这个机会有没有 看看这个机会有没有 现在好像也很难 现在想坐落脚 班诺把两只胳膊呢 抱得紧紧的 他本来应该积对方的内部 把对方的这个防守中心往下降 他现在腿是跨到了对方的内部 把对方的内部保护起来了 相当帮着对方的忙 好 看看 有一个反摔吗 他还是在寻找机会 他还是在寻找机会 调调把位 对方的好 转到上体了 对方变成了上体成位置 现在时间还有时间不多了 对方这个手打得非常的犀利 而且非常突然 对 对方现在一次难得的机会 摆在面前了 好 现在无力击步人 几乎是没法做动作 要注意对方也有关节锁的机会 还有十秒不到了 牢牢的控制着对方 不能让对方抬头 现在变成了无力击步人的防守 风水轮流转 双方在这种情况下 会不会出现一个平局的可能呢 完全有可能 我们倒希望双方平局再战一局 来看一下双方第三回合的慢动作 班诺在防守过程当中呢 还是找到了办法 面对比他高一头的无力击步人 班诺并不急于进攻 相反的最后的时刻 可能还抓住一点点机会 这次击打也是第三回合里面非常重要的一趴 我们刚才是第二回合 都捏了一把汗 是啊 你们看的还是比较揪心 现在班诺的教练在面授机 第三回合的比赛很快就开始 物理击步人呢 和许多这个草原名将一样 包守日古冷 也是他的兄弟 他的格斗增加 源于自己的父亲 好 这回合比赛开始 第三回合较量 看看决胜局的效果怎么样 对方加强了后手 还是在实际上前入 倒是非常果断 班诺直接抱住了 这个无理清真人的腿 他这个左腿位置 真的是相互的控制 反摔 一个抱摔 把对方热到 摔得非常痛苦 这个 一次借力打击 一次借力打击 这个重重的一摔 重创了这个班诺的 后颈部和后脑部 使他顿时失去了一个 感知力 现在我们看医护人员 和安保人员 马上到这个现场 对他进行救护 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慢动作 其实班诺呢 哦 看看 这一摔颈部的受力 是太重了 几乎自己的体重 再加上一个加速度 变成了巨大的一个 势能 势能 让他给他的对手来 给爆摔 希望他的肾脏 没有受到伤害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再来看看